很多影视作品积压未播出,是藏在观众心底的遗憾,而有些作品明明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,可迟迟没有档期上映,才是最让人着急的。 近期因为锦衣之下的重播,任嘉伦饰演的陆毅陆大人又重回了大众视野。 能够在路人盘庞大的中央吧台播出,对演员而言既是一个肯定,又是收拦路人员国民度的绝佳机会。 事实上,锦衣之下的多轮赏星播出,也证明了这部剧给观众带来的持久力,同时也让任嘉伦的古装形象深入人心,而国超无论是眉眼、身形和气质都让人相信,相信他就是那个想象中的翩翩润公子。 在这个八月,任嘉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,除了浙江卫视的综艺还放派一间官宣,这个月份还有11个平台在播任嘉伦的剧,相信拿着遥控器随便按一下就可以翻到国超的剧。 锦衣之下,秋缠,白蛇传说,木白手,通天敌人节等,这几部任嘉伦的热门代表作都在各大平台热播中,虽然新剧成《安如故》还没有播出,但是重温一下老剧也是极好的。 在这个影视寒东西,即使是头部流量明星,也有可能面临被积压剧的情况,细数一下目前已经拿到许可证,却一直还没有播出的影视剧,小战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并不算傻,今年大爆发的任嘉伦,要不是之前积累够后,不然连续三部剧被压,这歌谁谁也受不了。 《余生请多指教》这个作品可以说掉足了观众的胃口,从开始拍摄到现在,热度一直都在,而且还不低,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滑水,生怕观众忘记了自己一样。 小战和杨子两位顶流演员的魅力,不知道还能为剧组消遣多久,这部剧也算是很坎坷了,本来去年就差不多可以叮当播出了,结果遇上了男主小战被拳王抵制,差点毁掉演艺事业, 现在终于一切都变好了,但是又变成了湖南卫视不给档期,最近定档得诚意的宇军哥,疑似就是抢了余生的档期。 有传言说,是宇军哥的发行方是湖南卫视自家人,不过为了补偿余生也提前一个月宣布了档期,目前余生请多指教已经定档9月8日,不过另一部剧显然没有这个运气,但改剧《杀破狼》现已改名烽火流金,好像有传言说, 又要改名了,一次次传言订档又一次次爽约,更被网友冠名为《狼来了》,和今年的爆款剧《山河令》非常相似。 同样的两位大男主设定,这样的古装影视作品才是当下最吃香的存在,不得不说这部剧从拍摄到拿到许可证,手脚确实够麻利,目前已经是代播状态。 谈见自成哲元两人作为新生代男演员,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拿到这样的剧本,这对于二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,或许真能像广军和张哲瀚一样,一夜爆火成为顶流明星。 目前这部作品动态比较少,只知道拿到了许可证,但具体在什么时候播出尚未可知,不过相比较于这两部还是有网友表示,论惨还是任嘉伦惨,这几年劳莫一样拍了很多作品,目前仍有好几部在积压状态,前段时间任嘉伦主演的《不说再见》播出了,这部作品积压的时间确实挺长,但播出后口碑有一点两极分化,总体来说算不得精品。 当然,这只是任嘉伦今年作品的其中之一,除此之外,他还有三部作品等着播出,而且这三部作品,后前都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,只需要等待合适的档期就可以上架。 而针对日新月异的影视圈来说,这样的机会有点难,毕竟电视剧种类太多,并不一定会有好的档期。 这样说起来,任嘉伦确实比肖战还要惨,任嘉伦和陈晓云两人合作的《蓝艳突击》,有关于消防员题材的作品,和之前龚俊出现的《你好火焰蓝》比较相似。 这部作品2019年进行拍摄,但杀青之后就很少有消息出现,导致粉丝和观众都忘记了它的存在,不过好在剧方足够争气,总算是拿到了发行许可证。 根据可靠消息,今年是有很大机会上映播出的,除此之外,国超的好消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,目前长安如故如无意外,爱奇艺这个月就会排播。 还有接下来的一个故事的现代篇《一生一世》等着上线,这两部作品是全新打造的,搭档女主角白鹿,这两人的颜值还是非常养眼的,而且故事线也比较新颖,故事内核也偏虐心, 钥匙上映绝对是冲着爆款去的,这对于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人嘉伦来说,绝对是非常不错的,后期勃发估计就是这个意思。 好啦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,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